中秋連假台北河濱公園 有一群寵物童話們 帶著家中的毛小孩 參加米特斯尋根之路 供應援遊會 這項由殘南法人流浪動物之家 主辦的活動 除了由寵物行為訓練講座 有獎增達 見枕預防之外 還有毛孩親子協力錄 讓各位狗媽媽 狗媽媽 跟著毛小孩一起動子動 就是盡量不要買賣狗 然後就是認養比較好 應該要多辦這種活動 都去幫助越來越來越狗 對 很高興 因為看到原來很多 都很愛護自己的狗 對 而且很多也是 像我們的都是領養 對 我是覺得也是很有意義 雖然天空不作美 但內有不少市主們 自告奮勇 要在大雨中奔駛 想公益 也為牠們的熱情 加上亞洲天王羅智翔 旗下的潮流服飾品牌 聯名贊助特製的T恤 和狗狗領襟 讓這項活動更加多彩多姿 其實路跑的活動很多 各種各式各樣的路跑很多 但是比較少有 就是跟毛小孩 一起來跑步的活動 那我覺得這個活動也非常好 就是帶著狗狗一起來跑步 然後順便帶大家 一起來響應這個活動 覺得很棒 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當放上世界保護動物 組織的官網的時候 全世界都可以知道說 我們台灣正在為 這些流浪動物在磨蠣 無論是參加活動 或是名養流浪動物 相信想要付諸行動 都是為劑快環境 付出一份心力 艾達電視台北採訪報導 又到現在 谢谢观看